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已开具将使用弹性体装置给用的药物 该教学视频将帮助您有效、舒适和安全的使用药物 要开始使用,请在药物标签上指定的时间从冰箱中取出药物 绝不要通过加热或微波处理药物来加速回温过程 选择干净的工作区 布置好后,使用抗菌肥皂和温水彻底清洁双手 如果没有肥皂和水可用,则使用纯机洗手液 之后用干净的毛巾擦干双手 按照指示收集用品和准备好您的萨石垫 药物求、冲洗注射器、酒精湿巾、如需要锐气盒和或垃圾桶 检查药物求、查看标签并验证 患者姓名和药名正确 药物量、数量 药物的丢弃日期 将药物从冰箱中取出以升至室温所需的时间 在使用注射器前 先别摘掉注射器头帽 用力推拇指按压键 直到感觉注塞移动就好 拧掉注射器头帽 向前推注塞 排出空气和多余溶液 按照护士指示的量 排出多余溶液 最后重新盖上注射器帽 小心手不要触碰到注射器头 如果碰到 则需要用干净的注射器从头开始 把注射器放在一边备用 对需要注射剂量的所有冲洗注射器重复此步骤 现在即可以用生理盐水冲洗静脉管路 用酒精湿巾擦拭静脉导管上的无针接头 至少15秒 再自然风干 取下生理盐水冲洗注射器的保护帽 把生理盐水冲洗注射器推入无针接头 再顺时针扭转牢固连接 如有需要 则打开静脉导管 和或静脉输液延伸组件上的家具 用推停法冲洗静脉导管 不要在遇到阻力时尝试冲洗 仔细检查所有家具是否打开 然后联系您的护士或药剂师 最后取下生理盐水冲洗注射器 并丢入垃圾桶 现在即可以给用药物了 用酒精湿巾擦拭静脉导管上的无针接头 至少15秒 再自然风干 取下给药管的保护帽 把药物管牢固连接到静脉导管上的无针接头 打开给药管上的家具 药物将按照您的护士的指示 在指定的分钟数内给用 如果药物球没有按预期干扁 则仔细检查 确保所有家具已打开 如果家具已打开 但球没有干扁 则联系您的护士或药剂师寻求协助 在药物球完全排空且干扁后 闭合您的给药管上的家具 按说明取下药物球并丢弃 现在即可再次用生理盐水冲洗静脉管路 用酒精湿巾擦拭静脉导管上的无针接头 至少15秒 再自然风干 取下生理盐水冲洗注射器的保护帽 把生理盐水冲洗注射器连接到静脉导管上的无针接头 用推停法冲洗静脉导管 除非您得到使用干素冲洗的指示 否则请闭合静脉导管和或延伸组件上的家具 最后取下生理盐水冲洗注射器并丢入垃圾桶 除非医主干素 否则静脉药物给用即完成 如医主则您将需要用干素冲洗静脉管路 用酒精湿巾擦拭静脉导管上的无针接头 至少15秒 再自然风干 取下干素冲洗注射器的保护帽 把干素冲洗注射器连接到静脉导管上的无针接头 用推停法冲洗静脉导管 如有需要则闭合静脉导管和或延伸组件上的家具 最后取下干素冲洗注射器并丢入垃圾桶 完成您的静脉药物给用 以下是SARS程序摘药 确保您有效地给用您的静脉药物 用生理盐水冲洗您的静脉管 在指定的分钟数内给用您的药物 用生理盐水再冲洗一次 用干素冲洗 随着每次给用静脉药物 您会越来越熟悉这些用品和步骤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 请联系我们训练有素的专业护士或药剂师 他们将帮助您了解家庭输液治疗的基本知识 并将回答任何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